11月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企展会 进步会以及特有的磁力持续吸引外企积极参展 据悉,本届进步会共有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家参展商报名参加企业展 参展企业数量和国别数量均超过去年 企业展展览面积达到36.6万平方米 辞生堂是第三次参加进步会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0年进步会期间 辞生堂不少产品在这里进行了全球首秀 并于2021年在中国上市 进步会帮他们快速打响知名度 以诸效应明显 以参展的我们的展台的面积来说 一开始我们只有200多瓶 那像今年的话我们也连续第二次有500多瓶 我们当然是希望通过在这个平台上发布黑科技 让中国的大众更好地了解辞生堂的研发实力 对我们的产品技术有更大的信心 深耕中国市场几十年的佳能医疗 已是进步会的常驻嘉宾 从首届进步会起 佳能医疗便将进步会变成会客厅 他们在这里与政府 行业伙伴以及广大客户展开更多对话 更加深入地了解各地的健康需求 从来共同推动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简单地向中国市场向客户提供这个设备 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和要求了 所以我们呢近些年也在不断地向中国市场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那么为了能够使佳能的医疗设备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医疗市场呢 我们还搭建中日之间交流的这个学术平台医疗平台 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多用户的认可 能够更好的更多的为这个广大的中国患者和用户服务 借助进步会舞台 不少全球好物得以进入中国 在达能展台 近140件展品中装亮相 其中有20余款特别为中国消费者准备 企业负责人说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他们不容忽视的市场 谢伟博说 疫情之下 中国仍坚持为各国企业搭建互利平台 传递出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动开放的信心 这也为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的外企吃下定心丸